正在教室里念书 准备迎战考试 今年度的国中教育会考 21到22号即将举行 今年有将近20万名考生参加 不过疫情严重 大考优关到孩子的未来 家长也煎熬 家长说如果考试要延期 不知道要延到何时 希望考场相关防疫要做好 避免考生不小心染疫 今年规定如果考生确诊 就不能参加考试 要补考 居家隔离的会使用备用市场 在3加4前3天时间的学生 8到12人一间 后4天的考生16到20人一间 备用市场的监考官 全程穿隔离衣 至于一般考场则是36人一间 每届考试之前都会用酒精 手部消毒 校室窗户开缝隙通风 如果考试期间才接到确诊通知 是立即不得考试纳入补考 日前也传出 有国中9年级学生快筛阳性 不想补考也不想被匡列 决定不厌PCR直接参加会考 教育局表示 这种情况还是不建议参加考试 呼吁考生有疑虑先PCR并通报 真的确诊也能够补考 不会影响到权益 TVBS新闻 陈世民黄凯敬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